那么有不少人在蓄罐接种启动前就已经接种了加强针 这部分人群是否还需要用蓄罐程序来加强免疫呢 昨天的发布会上专家也介绍了相关情况 我们目前的蓄罐免疫是建立在灭活疫苗免疫的基础之上 如果前期打了两针灭活疫苗 按照这个规定间隔六个月以上又打了第三针灭活疫苗 像这种情况下采用的是相同技术路线的一个加强 那么后续按照目前的规定 不需要采用这个蓄罐免疫来进行加强 那么假如说他打了两针灭活疫苗 那么间隔第二针又超过了六个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他可以选择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来进行蓄罐免疫 也可以选择这个灭活疫苗 也就是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来进行加强免疫 πά 不需要考虑水还淋停 太后只要它一档灭活疫苗 期待 感谢观看